字幕作为明镜与点点栏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又是我啦 今次和大家做的就是迷彩纹的nail art 如果大家想知道是怎么做就继续收看啦 第一件事你需要就是一枝好用的Base Coats 另外需要一枝底色的 我這次會用前膚色 綠彩當然會有綠色 另外也會有一枝深啡色 就是這幾枝 這次你還需要另外三種工具 首先是一個小的掃 用來畫花比較仔細 需要用洗甲水 用來清洗掃掃 最後一樣就是一枝白紙 什麼紙都可以 好 我們切開 好 塗完底油 記緊要等它完全乾透 你才很想第二枝色 同樣地 塗完底色之後 要少塗十分鐘 讓它完全乾透 好 以免等一下畫花的時候 會做花底色 現在會落這隻綠色的紙膠入 你落筆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太工整 因為迷彩花紋 其實都是一些色塊 重疊去做出來的 不需要每一個筆竹都很工整 很完美的 我只不過是想 它的邊邊 盡量是比較實一點 不要鬆 其實就已經可以很好 還有筆竹記住要平均分佈在指甲上面 那就已經可以了 這個… 牠看已經可以了 一個牠們 比如說 妳 holiness 可以做分 牠對 可以做分 牠是超帥 會有真正的 牠們 牠是特別的 牠帶來 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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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要拿筆開始畫了 在你碰到指甲油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我會拿得比較多指甲油 你可以在紙上插兩下 等多餘的東西先插走 時間關係我已經弄好我的右手 之後我會弄好左手 示範一隻給大家看 對,同樣地 你可以在紙上插兩下 讓甲油的份量比較均勻 因為你可以補充 沒什麼所謂 之後的要點就是 盡量overlap那些綠色的筆粽 重貼其實也沒什麼所謂 但同樣地 也是要平均分佈在指甲上面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隻指甲的本色 其實是想人們的軟望 會是一個深色的甲油 所以咖色可以放多一點點 而且一定要蓋上 那個尺寸位置 還有指甲的甲床的位置 令到人家一晚看下去 其實是一個深色的指甲 但有迷彩的效果 OK 畫花的部分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看效果 其實就是很容易做的 我想我畫花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即是咖啡色的花會花時間比較長一點 好了 把所有的花完成之後 你當然要等它乾了 然後才好塗一個Top Coat 同樣地了 我覺得Top Coat真的不要浪費 但是要多一點 還有 掃上去的時候 你真的要輕手 因為花也蠻複雜 複雜但容易做的 但如果你放的份量不夠多 掃就好容易會把花拖走 到時就前功盡費 所以份量多一點 其實就會好一點 其實這個花真的很容易做的 大概前後我花了兩個小時時間 就完成了這個花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之後會有更多的影片 post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次分享是這裡 我們差不多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by bwd6